大家好,欢迎来到冷军说电影 有人说,王家卫一生只拍了一部电影 阿飞正转,因为王家卫就是阿飞 昏暗的灯光,阿飞买了酒 询问起售货员女孩的名字 女孩不愿告诉她 她撩拨地说道 你叫苏丽珍,对吗? 你今晚做梦会梦见我 阿飞说,随后转身离开 第二天,阿飞再次来到小卖部这里 苏丽珍低头不愿看她 她说,我昨晚根本没做梦 阿飞却说,因为你根本没睡觉 下午,苏丽珍趴在桌子上入睡 她的嘴角挂起了甜甜的微笑 阿飞又出现 她游戏般的态度让女人十分不爽 苏丽珍质问她,到底要干什么 尽管她心里已经乱作一团 这时,阿飞紧紧贴住她一分钟 对她说,你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分钟 1960年4月16号 下午3点钟之前的这一分钟 而那一分钟 从此撞刻在女孩的先弟 苏丽珍快速沦陷 随后他们关系越发情密 住在一起 但阿飞很快表现得满不在乎起来 苏丽珍想搬到阿飞这里来住 阿飞答应了下来 随后问阿飞 如何和自己的父亲说两个人的事情 阿飞却反问 我们的什么事 空气似乎凝结 苏丽珍早已经将自己全身脱盘而出 却得到如此的回答 她转过身去 穿上了衣服 在绝望之余 依旧试问阿飞 会不会和她结婚 阿飞的回答很简单 不会 苏丽珍从此离开 她难道做得轻易又从容 而阿飞 仍在镜子前 打理着自己的头发 斑驳的镜子前 是她精致的脸 她用梳子将头发打理整齐 将自己打扮得一观楚楚 阿飞的养母和德兰粹 晕倒在洗手间里 阿飞将洗手间里 养母的情妇痛走一顿 这时 舞女咪咪趁着昏暗 在房间里 偷偷拿走了 阿飞养母的偶患 但阿飞从她包里 又拿了回来 她没有带走 送给了舞女一只 留了一只偶患 在自己手里 随后 阿飞将舞女 带回了自己的家 咪咪虽然上楼 但执意回去 阿飞将她搂在怀里 用尽招数 调戏着她 她捂住女孩的鼻子 等女孩张开口 再一口吻上去 她轻易地 再次让另一个女人沉沦 她从未想过负责 两人在卧室里插面 朋友歪仔 却突然钻进了房间里 看清状况后 她沿着墙壁滑落 离开了房间 咪咪将身上的汗 擦拭干净 准备离开时 问阿飞 明天是否还能见面 并执意将自己的电话 留在纸条上 阿飞仍然不冷不热 咪咪发起脾气 她对阿飞的态度 十分不满 但也无能为力 阿飞的心里 似乎永远不会被慰藉 咪咪再次留了下来 因为她心里知道 阿飞不会打电话给她 两人缠绵在一起 仿佛这样就能温暖 阿飞冰冷的心脏 但她或许不懂 那冰冷的态度之下 是阿飞脆弱不堪的灵魂 歪仔在走廊中 遇见了想要离开的咪咪 咪咪妖娆地跳起了舞蹈 这深深地挑拨着男人的心 咪咪对歪仔说 千万别喜欢我 因为那是无用功 她已经沉沦在 阿飞不羁的冷带态度之中 阿飞独自躺在床上 她说 自己仿佛就是那只没有脚的鸟 一生都在飞行 它只能留在风中 只有死的时候 它才会落地 这就是阿飞孤寂的内心 她独自一人在房中舞蹈 以此掩盖自己的不堪和脆弱 不久 阿飞的羊母跑来质问阿飞 为何打跑自己的前妇 自己心甘情愿被骗钱 不想让阿飞插手 但阿飞却对她冷言想全 原来养母不愿告诉阿飞的生母 到底是谁 以此来报复阿飞对自己的冷漠 两人陷入了对彼此的折磨中 并乐此不疲 苏绿正再次找到阿飞 外面是瓢泼大雨 她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只为祈求和阿飞待在一起 不结婚也行 因为她从未忘记那一分钟 这次她愿意迁就 阿飞却告诉她 跟自己在一起她不会快乐 她可以容忍自己一时 但不能容忍一辈子 苏力真问 阿飞到底有没有喜欢过她 而咪咪此时正在墙边投听着 阿飞的回答依旧冷酷之间 我这辈子不知道还会喜欢多少女人 也不知道谁会是我喜欢的 她的一句话 伤了两个女人在黑夜中哀求的心 她们愿意迁就 愿意伤心 但她们无法更进一步 因为阿飞是那只飞在空中的鸟 她无法落地 无法给别人温暖 苏力真走上房间 三个人面面上去 随后她转身离去 阿咪咪恼怒不已 她准备离开 阿飞轻描淡写地说 走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于是 她乖乖地选择没有离开 她选择了西式宁人和妥协 她认为 自己不会像苏力真那样傻 苏力真依旧站在雨中 她痛苦地在雨中哭泣 自己身无分文 只能问身旁 上前安危的警察 超仔借钱 超仔拿出身上金用的钱 让她当作车费 随后离开 而不久之后 苏力真再次遇到了超仔 她还了钱 已经是深夜了 两人在黑夜的街头千语 苏力真也逐渐带给超仔一种温暖 尽管她知道 苏力真心里有一个人 已经扎根在心底 随后一天的深夜里 苏力真再次找到超仔 她只想闲聊几句 憋在心头的话 她再也无法承受 原本的她 以为离开阿飞 自己会平平淡淡地继续生活 但如今 她不但丧失了心爱的人 甚至面临无法生存的困境 原来 那一分钟一直留在自己的心里 无法散去 无法忘记 她得不到也忘不掉 让自己在黑夜的街头 备受苦楚 两人在街头游荡 分享着自己的内心 随后 苏力真回了家 超仔将电话留给她 她独自处立在街头 内心怅然若失 她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但她知道 苏力真不会打电话给她 咪咪在阿飞身边任劳任怨 她放弃自己孤儿 要调皮的架子 趴在地板上 开始擦地 甚至问阿飞 是不是因为没钱 而整日盈喻 自己可以做舞女养她 阿飞将她关在门外 他人想要给予她的慰藉 她只是当作侮辱兰看待 阿飞的养母 找到了新的情妇 她打算离开这里 去往美国 母子针锋向对 但其实 养母不愿阿飞离开自己 不愿告诉她自己的生母 到底是谁 是因为她知道 生母不想要阿飞 阿飞一直郁郁寡患 她解剖开自己心头的枷锁 但更多的 她是借此在可怜自己 她一直在借用 无人爱自己的理由 放纵自己 但那只是无缘的借口 这下 她可以离开了 养母决定放手 告诉了她 生母在菲律宾的住址 阿飞乘上了 开往远方的列车 前往菲律宾寻找生母 将身后的女人 永远留在那里 咪咪找到苏丽城 询问阿飞 到底去了哪里 她心急如焚 但阿飞就是那样 了无忠赢地 从此消失 咪咪又敲开了 阿飞母亲的房门 但得到的 仍然是失落的结果 直到朋友歪仔告诉她 阿飞去往了菲律宾的真相 她愤怒地将桌上的所有东西 全部推翻在地 她从未做错过什么 做错事的是阿飞 但受惩罚的是自己 超仔始终跟着咪咪 她开着阿飞的车 咪咪嘲笑着她 尽管她开着阿飞的车 但她永远不解阿飞 两人在雨夜中扭打在一起 磅礴的大雨 咪咪说 她真的很想去菲律宾 寻找阿飞 而歪仔也终于明白了 她的心意 那时愿意为了一个男人 抛弃自己一切的决心 而随后 歪仔为了帮咪咪凑钱 她将阿飞留下的车卖掉 如果找不到阿飞 回来找我吧 她说 随后转身离去 只剩咪咪一人 在椅子上痛哭理涕 自己是否值得别人 这样深情地对待 咪咪也不知道 寻着自己梦寐地呼喊 阿飞终于找到了圣母家 优雅的庭院 精致的房子 但圣母不愿见她 她准备离开时 感觉到身后的目光 但她不愿回头 同样 她要报复自己的圣母 阿飞和警察超仔 又恰好在菲律宾相遇 超仔坐起了跑船 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自己终究要改变 阿飞在餐厅里旋转着 眩晕着 她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她拿到了新的护照 但因为没钱 她将刀子捅向卖家 人群混站在一起 两人随后逃离 踏上了火车 火车里 她想对超仔说 自己便是那只无脚的鸟 但超仔却狠狠地嘲讽了她 她将自己比作高贵的鸟 但她根本不会飞翔 她一直是可怜的虫子 火车上 阿飞还是没能逃过 被承接的命运 她被卖家找到 随后被枪击 那只无脚的鸟 根本没有飞翔 她从一出生便死去了 超仔最后问起了她 去年4月16号 下午30 她在干嘛 阿飞说 该记得的 我会永远记得 她没有忘记 对苏丽珍许下的承诺 自己会永远记得 那一分钟 终于 阿飞在火车上 闭上了眼睛 而苏丽珍拿着箱子 刚刚在菲律宾落地 她为了找寻 自己的归宿 她不知道 自己的归宿 已经命运在火车上 这是个梦幻的年代 也终究承受 梦幻的代价 阿飞终于还是 选得了母亲的住所 她没有回头 因为她要报复 自己的圣母 她已经报复过 自己的养母 她还要报复 天下所有的女人 但那只是脆弱的她 伪装自己的 冰冷外壳 她永远不想 平静地生活 因为她畏惧 尽管最后 隐命在火车上 但她在踏上火车之前 已经死在了 菲律宾的密林中 生母拒绝接见她 那时的她 已经只剩下躯壳 但她在离开 生母的别墅的路上 已经死去 超载没接到那个电话 尽管她在职业班时 总会在电话亭 多停留一下 因为苏立真从未放下 自己终究 无法走进她的心里 那一分钟 是苏立真 铭记一声的爱慕 她填满了 对爱情所有的幻想 而外再也卖掉 阿飞留给自己的汽车 为了帮助咪咪寻找自己的心上人 她对于梦的幻想 破碎在那个和咪咪对峙的雨夜 破碎在咪咪决定孤身一人 去菲律宾的磅礴大雨中 苏立真想用自己所有的尊严 挽回阿飞 但她最终只得到了那一分钟 而咪咪总究难逃破碎梦境的结局 自己心心意念的人 已经隐蔽在菲律宾的绿瓶火车上 这是梦碎的故事 这是五角鸟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 全部被摧散在五角鸟飞翔在天空的风里 他们爱而不得 他们想要抓住自己想要的事物 但又无能为力 他们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曾经在磅礴大雨中破碎的梦 每个人曾经破碎与绝望的心 这部电影是阿飞正传 我们下期再见 是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欣赏和病毒 我们下期再见 您走入 我 感谢观看